好 大家都不敢大意 就是因为北农供应大台北地区 传统市场还有超市 占全国产量的17% 所以疫情消息一传出 邻近县市首长 大家真的都绷紧神经 新北市长何又宜对台北市喊话 要共同面对 也会出动机动快筛队 并且将市场人员造册 施打疫苗 而机动市长林又昌 是炮轰柯文哲 轻忽市场防疫的重要性 至于中南部 运送蔬果到北部的农业县市 也全部大家都提心吊胆 像是高雄市 就紧急匡列可能接触的人员 密切观察疫情的演变 紧盯防疫措施 新北市长何又宜 一早临时增加行程 到新北果菜市场视察 全因隔壁北农 发生群聚感染 台北农产公司到现在为止 感染确诊的你知道 台北市的占不到一半 新北的基隆的一大堆 其实在台北市 它也是分散在各个行政区 所以后来就发现说 奇怪我们好像不太 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感染他来北农上班 可是他户籍不是在台北市 柯文哲甩锅北农有破口 是临近的基隆市 新北市市民来台北上班 这话听在基隆市长的右昌耳里 怎么听怎么刺耳 我是真的觉得 听到这个话很不爽 两个都是我们基隆自己做疫调 才知道他们是在北农上班 然后是在北农染疫的 我们要说其实柯市长 真的是轻忽 市场防疫的一个重要性 新北的果菜市场 除了按照我们严格的落实 每天清销以外 今天利用市场休息的时候 要求他们在前面清销 第一线的拍卖 里后解列人员 一定会要造车施打疫苗 去得过北农的足迹的民众们 赶快到就近的场所 去尽速裁剪 除了林又昌建议科市长 双照一套策略 侯友宜也喊话 双北共同生活圈 应该共同面对 毕竟北农每天出入 高达2.2万人次 供应大台北地区传统市场 和超市等农产品 占全国产量17% 消息传出 连中南部县市首长 也不敢轻呼 担心演变成北农传播列 柯文哲抛出新战术 决定在最短时间内 将北农4000人全面施打疫苗 但能不能全面防堵 还要密切观察 华市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